Hello, 大家好, 又是十三少日推介的時間 來到星期三, 介紹四川五給大家參考 頭關第九場的班尼茅虎是對車路士 這場球呢, 都是看好車路士多的 但始終盤口上是半一, 1.81 有點危機, 不是危機就是贏不了球 只不過是贏不了整個盤子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選了一個入球大小的 中位數呢, 就是 2.5 球 選一個小的, 2.15 倍 那怎樣選擇呢, 就可以先看兩隊近職 其實一隊12, 車路士第四位 車路士作客就是不夠不失 十場中輸了四場, 其餘六場都是贏球 主場的潘尼茅虎呢, 贏得四場和兩場 而在主場或作下賽事裡面 其實, 潘尼茅虎也不是太顯著 剛剛贏了一場, 衛斯咸有所交代 之前也是在贏白麗頓的 那我們看看車路士, 車路士這裡呢 剛剛贏了兩場的聯賽杯和足總杯 但他聯賽輸給阿仙奴, 作下聯賽杯也輸給熱刺 那我們先看看, 這裡就是聯賽磅 那利物浦今晚也是一起踢 那在曼城那裡, 昨晚就失了分 那拿著56分, 車路士47分, 其實只差9分 那這場贏球有50分 那就可以縮閘前置的位置 因為曼聯昨晚也是失分, 只差1分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應該都穩打穩扎 在賽事裡面, 所以兩球半的 中維素選一個小的, 比選一個半一個半 那頭關選擇右球大小, 2.5 球小的 往下1分別